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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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強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是的 今天我就是你們的主持人 胡念華 今天要邀請的 這二分之一強的人物呢 可說是演藝圈 雖有人氣 卻沒什麼朋友的 她有些行為呢 在演藝圈裡面呢 可說是受到一些 大哥大姐的讚賞 例如說瓜哥 還有凡哥 還有小燕姐 心美姐 還有一些大哥們 大姐們的讚賞 大家都對她是敬佩不一 她不屈不饒 一直勇往直前的這個個性跟態度呢 使她在演藝圈裡面 奠定了非常多的工作 近日來呢 她有一個好消息 要跟大家來分享 也就是說 她把自己的生平事蹟呢 寄到了這個 諾貝爾獎那邊的候選名單 太有榮幸了 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可以說是可以邀請到這個 未來的 諾貝爾的這個得獎主 這是我們的榮幸 所以讓我們一起 舉起雙手來掌聲 歡迎這一位 諾貝爾獎小氣得主 楊赫群 嗚呼呼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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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趕快捷 為什麼要拿桶 噴那麼多嘛 對不對 晚上我們那家裡面 那個帝王蟹 而且旁邊要擺的單瓶了 妳都把我噴完了 太省了吧 謝謝 很高興得到這個殊榮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首先我要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把我生在眷村 讓我有一個 他們沒有想要承認 對啊 他們好像沒有想要承認你 怎麼了 好了 情檢持家有什麼不對 不是 情檢持家當然是美的 但是如果有時候 對啊 而且妳前面應該去訪問 這些大哥大姐啊 對不對 他們一致都說 小梁啊 不要說請我吃飯了 我連一杯涼的都沒喝過 不是 多少大哥大姐願意來拍VCR 不是 因為他們心裡有恨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去拍這些VCR 是因為那些大哥大姐 聽到妳名字就 就掛電話了 對 其實小氣不是壞事啊 對不對 這是一種很棒的生活習慣 但是小氣起來有時候要人命 是嗎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對人都很大方 歡迎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大家好 當然來自地獄的小氣鬼門 節目裡面 當生系的新男 今天都來到了現場 歡迎我們聯合國新男 歡迎七位 來 節儉是一種美德 但有時省過了頭 卻又會被人詬病為小氣 而新男們 會有哪些特別小氣的經驗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強 如果有個小氣鬼的話 其實大家朋友相處起來 是有某方面的辛苦的 有什麼樣的辛苦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美國人 他真的是小氣鬼 我們一團朋友 每一次去吃飯的時候 他會帶小筆記本 他會算起來他自己吃什麼 自己點什麼 然後買單的時候他會說 那個空心菜 我有吃一口而已 所以我給你十塊就好嗎 啤酒 啤酒一餅一百塊 他喝兩小杯 他說我喝兩小杯 所以二十塊好不好 買單的時候他說 八十,我給你八十 其他人都付三百塊 對,真的有這種人 我朋友的老公也是 因為我們大家一群人去聚餐 一定是最後那個錢 然後儲於每個人多少這樣子 但是我朋友的老公 他是他要結帳的時候 他就說 我今天吃這個一袋麵 只有兩百多 那那個拼盤呢 大家都有吃 不過我只吃了 三顆的麻糬 那一顆麻糬平均是十八元 我只要付三個十八元的錢 就真的是很小氣 真的 我以前也是啊 有沒有同事 以前 同事比如說去吃 不是說你嗎 我的算是師傅級的 就是同事們去吃羊肉爐有沒有 大家就吃羊肉爐對不對 可是他說這是火鍋他怕上火 他自己就點了一個羊肉爐 那裡面有賣羊肉燴飯 他就點了一個燴飯 然後自己在旁邊把它吃完 吃完了以後 那一定會覺得說 那你這個吃完了 可是我們都還在吃嘛 那你不然一起吃一點 你叫我吃的喔 我只點這個羊肉爐 羊肉燴飯喔 你叫我吃 他就吃 最後他只付了羊肉燴飯的錢 你為什麼要把別人 自己的故事套在別人的身上 講別人的感想 那麼講的許許 這些人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這樣是不好的好不好 大家常常吃都會看見心心的 很多人吃吃到飽都會這樣 像小梁哥這樣 最後才到 然後算人頭的 要不付錢 人家裡面的肉吃 對 為什麼要這樣 還有唱歌的時候也會 為什麼要這樣小梁哥 唱歌怎麼樣 唱歌就是都是很多男生 會故意在很晚的時候來 來了之後呢提前走 他就當作沒有算到他 所以這位仙姑 妳剛剛是怎麼來的呢 我剛剛從天上天來的 喔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的老師啦 對不對 太小氣了吧 這樣真的很煩耶 這種唱歌應該是女生的特權 怎麼是男生做這種事 對耶 太小氣了 還是如果是跟小梁哥的朋友去旅行的話 我那也很麻煩 比方說我去泰國 然後我們從我們的房間到我們去玩的地方 可能要做幾間是兩百 兩百塊 那可是那我會先敷 然後我說那你下次就明天就敷啊 我說回房間再敷 可是那時候我們去比較遠的地方 那也要三百五 那我讓他扶啊 可是他就跟我說 欸 可是有多了一百五 那你要給我七百五 接著這七十五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我等一下我們去吃飯 我自我 我買一買一杯酒 就這樣啊 我說沒有沒有 就這樣子比較好吧 然後我就知道 怎麼會有一個奇怪 這個比歐算得那麼清楚 你為什麼要跟小梁哥去泰國呢 我們沒有一起去 比歐要什麼我都給他 沒有 我有一次呢 是跟小梁哥這種人去吃飯 不好意思老張 你講你的故事就好好不好 不用一直往這邊來OK 因為畢竟你是什麼 看看我背上的劍 你是指標性的人物 畢竟你就是小氣裡的里長啊 對啊 指標性 反正就是身邊一定一定都會有那種 吃飯很麻煩很口的人 然後當大家聚餐的時候 就會有人說 我沒有辦法吃那麼貴的 你講什麼 他就會說這個太貴 然後所以我們那一群朋友出去吃飯 每次最高的金額就是不能超過800 800以上的他都會說太貴 一個人 一個人不能超過800 然後可是譬如說我們去吃那種 吃到飽會有一些零頭 譬如說服務費加一加 可能一個人譬如600多 每一次譬如688 他就會拿600出來 然後就說我那個沒有零錢這樣 這是理所當然88塊別人要付就對了 然後每一次都這樣 然後什麼374 他就一定是拿350或是300 然後剩下每次錢就會少 然後我們都要多付 就會很不喜歡跟這種人去吃飯 那你為什麼要跟小楊哥去吃飯呢 沒有 沒有去 小楊哥你為什麼都要這樣 我跟你講這一種看餐廳價錢吃飯的故事 我跟你講基本上 我覺得是我認識的所有的那個 就是我們聯合國型的朋友 他們都一樣 是 對我來都一樣 然後呢還怪我說 因為譬如說 因為他們這次的問題是 我給我請客對不對 那譬如說 因為你跟錢過不去嗎 YES YES 不是 因為我想說這次是我 OK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是很帥氣的 跟大家說沒關係 為什麼你講這故事的時候 一直面向少俠的方向 我哪有這樣他啦 我沒有這樣講喔 沒有 反正呢我就每次就是說 我就付錢 然後就是一個 就幾個就是 好像長得像那個 德國人的朋友說 謝謝謝謝 變成理所當然了 但是 我今天幫大家講話 怎麼樣怎麼說 我跟你講 他 有付過錢喔 什麼 你這樣好像對他沒有加分耶 沒有耶 這個很難得的事情耶 這麼難得嗎 因為就是有一次說 幫他那個拍那個 他的影片 是 然後就是去餐廳的時候 而且不便宜喔 他說 沒關係啊 今天那個 我 謝謝你們 我付付 結果他手在抖 他要付喔 付了 大概一個多少錢 一個人大概多少錢 差不多一個人十五百吧 他就減負耶 那你比小良哥 大半很多耶 真的 果然隔天 九州的破山爆炸啦 就是他 我有一個英國朋友 他真的是小雞尾 我知道他是小雞尾 所以他第一次來台灣看我的時候 我是帶他去夜市吃飯 給他看台灣好好吃的是什麼 但是不用花很多錢 但是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找到很好吃的 八十塊便當店 他說 八十塊有 有一點貴啦 我不要付那麼多錢 所以 我跟其他的朋友 他是不是以為是八十棒 八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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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比八十塊 他不用 因為他看到 他看到別的 別的店 七十五塊 所以我跟其他的朋友去八十塊 覺得很麻煩 那個朋友說 算了你們兩個人在那邊吃 我去七十五塊的 比較好 他走十五分鐘回去 一個人吃 走十五分鐘 未神五塊 對 十五分鐘 十五塊這到底要幹嘛 沒有啦 主要是不想跟那個 湯姆士他們一起吃 喔 藉口 在韓國的話也是 一般就是我付大家的錢 那個飯的錢 那可能我朋友就是付 下個咖啡的錢這樣子 我就很習慣這樣付 可是在 我不管是在韓國 或是在台灣 我都是習慣這樣付的嘛 是 所以 我就是很自然的一直付錢 然後我朋友 每次喝咖啡 我們就分開付 我就 我就一直都這樣子 他們就把我當成是一個 很 很喜歡那種請客的那樣的人 他們就 對 變得越來越小氣這樣 而且其實我付錢 我覺得是還好沒關係 可是我最 令人討厭的事情就是那種 例如我要去付那個很自然的去 那個付錢的時候 有些朋友他就會一起站起來 就拿自己的錢包 我來付 來付 然後他就 然後我也 我跟他就一起打開這個皮包 然後他打開皮包的速度 越來 就變得越來越慢 對啊 然後我就看他 打開的皮包速度也慢 然後我看他 到底要不要拿錢出來 他還在那邊摸自己的那個身分證 然後 是這樣 我就很不喜歡這種好萊塢的那種演戲 所以 我覺得自然一點比較好 對 我覺得這種重點性 我懂你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有時候請客一兩次 然後但是大家覺得你是理所當 對 然後要請客又是假裝的有沒有 就是一直拿著錢包 然後一直走不出去 是為什麼呢 是有鬼在拉你嗎 小梁哥你幹嘛嘴巴打開 不是 我就說 他這樣的朋友真好 你電話可以給我嗎 你身邊不是有這樣的朋友嗎 你不是之前有人幫你弄冷氣嗎 冷氣怎麼樣 就是一直掛在台北車站那個 明明有開冷氣但要脫上衣的那個 那個人很棒啊 我跟你講 我怎麼樣回報他你知道嗎 你抱他 不是 他叫我去 你沒有去 但是我去之前 我去了 我去了之後 我不知道有任何的報酬 老實講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很害怕 因為第一次太遠嘛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人不會來怎麼辦 結果就是 小梁哥其實滿有意氣的 我說小梁哥 可不可以是來幫忙 結果 對啊 結果隔天台北下雪而已 真的 有冤情 假如今天要來主力攻擊美國的朋友 可惜今天美國的朋友都不在 奇怪 平常畫很多今天怎麼都沒來 今天這一集都 因為我認識的 不管是美國的華人 或是美國當地人 都有夠小氣的 我現在講 先講我的朋友是華人 他在美國工作 他已經年薪千萬 但他常常會要飛台灣大陸 他呢 每次飛台灣的時候 其實公司的福利都很好 絕對是讓他來台灣 是可以住五星級飯店 然後所有 然後還有出差費 然後其他交通費 那時候都時報時銷的 但他偏偏 喜歡把這些錢 都存在自己的口袋裡 他要來台灣安排出差的時候 他就會在群組裡面 問每個朋友說 我要訂1月8號的飛機 有人可以來接我嗎 有人可以來機場接我嗎 那我1月20回去 有人可以送我嗎 這一趟計程車前 他就要A起來 然後要朋友來接送他 然後還要問這一段期間 哪一個朋友家可以借他住 飯店前也可以A起來 他飯店前至少每一天 是200塊美金起跳喔 他這一趟回去 他就多賺好幾萬台幣 可是他沒有單據耶 他沒有真的住耶 他們這種太高級的公司不用 反正他就是給你一筆錢 他大概算了一下 那個出差津貼啦 津貼啦 你想要住好了也沒辦法 因為你就要自己補貼嘛 他就是整個算給你 但他們那個絕對 都是很多的費用這樣 然後我們大家好心去接送他 讓他住 然後讓他住的同學呢 讓他住的同學 他走了之後 家裡還少了一雙草席拖鞋 那草席拖鞋要幹嘛 他說美國沒有賣草席拖鞋 所以我很想問美國人 沒有賣草席拖鞋嗎 不是 你就寄兩副草席給他啊 為什麼要寄給他 他那麼有錢耶 他年薪牽完 他要幹人家草席拖鞋 好少趣喔 他要幹人家草席